緊接著今天第三題 我們要稍微談一下 這個也很重要 那麼最近我們看到 兩岸企業家峰會 那麼郭台銘有上台演講致詞 同時他也擔任了副理事長 那麼今天中國時報有一篇社論 要問這個理事長 六問劉兆玄理事長 郭台銘到底想幹嘛 第一個我們看到就要問的是 如何避免郭台銘可能牽涉的利益衝突 未來峰會如果涉及鴻海的相關問題 要請問一下劉兆玄 如何避免利益衝突 還是說你有規劃 還是說沒有發布 是不是應該要及早發布呢 另外第二問想請教一下 這個峰會很重要 向來是我們看到 這兩岸民間溝通 這個很重要的管道 是不是您個人的決策的背書 所以這個背後的理監視 就是你的決策的一個背書顧問嗎 還是說有透過一個 什麼樣的民主機制 還有第三問很敏感 這個劉兆玄跟郭台銘 有沒有利益交換 或是其他關係呢 韓濱你怎麼看 當然這個東西感覺上是不是有點像是黑箱作業 這個過程到底如何 還有郭台銘過去因為選舉的關係 還有他跟媒體的關係也不是很友善 因為選舉的部分 他當時對中國大陸也多所批評 但是現在突然姚勝一變又變成了副理事長 他在幹嘛 我覺得這個當然有黑箱作業的先醫存在 因為當初這個兩岸企業家峰會 為什麼會選劉兆玄來當理事長 並不是因為劉兆玄是企業家 或是他生意做得好 就是因為他不是企業家 他不是生意人 這樣子最能夠中立 不會有偏向哪一個企業 或是在幫哪一個企業運作 所以當初本來的共識就是要以退休官員 來擔任這個職位會比較好 結果你自己當了理事長 結果你現在讓郭台銘來當副理事長 而且是沒有經過 其他企業主義制的統一的情況下 那這樣子不是第一個 違背你們創會當初的初衷 那第二個 這是在單純的圖利郭台銘嗎 還是你私下跟郭台銘之間有什麼協議 那這本來再來兩岸企業家峰會 是為了增進兩岸之間企業的交往 交流這些東西去做 可是這樣的一個私相授受的行為 這不會破壞原來的和諧嗎 是不是也失去當初創建 這個兩岸企業家峰會的初衷 我真的覺得 劉兆璇理事長真的要去三思這個問題 那再來 郭台銘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他為了要展現說 他很有偏向 他不會親中賣台 所以就對大陸一直嗆家 說什麼是大陸要靠我吃飯 不是我要靠他吃飯 然後還講得非常霸氣 說如果老公那邊敢講 說要我簽場的話 我馬上簽走 鴻海全部簽走 那我請大家注意 那個時候 郭董其實已經辭掉了 鴻海的董事長 可是你辭掉了鴻海的董事長 還能夠這麼霸氣叫鴻海 說簽場就簽場 說幹嘛就幹嘛 那表示你還是鴻海的實際負責人 鴻海實際上 還是在你的影響之下 那所以這個只是當初為了方便選舉 所做的一個權宜之計而已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自己本身就是鴻海 以頭有這麼大影響力的人 你現在一下子去當這個副理事長 第一個 會不會影響到兩岸企業家峰會 因為這會有利益的問題 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兩岸企業家峰會的目的是 希望兩岸之間和諧 那你過去曾經對大陸 這樣的嚴厲的批判 那我不知道你是真心還是假意 可是這樣子 不會會對這個兩岸企業家峰會 造成一些阻礙嗎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其他會員會有疑慮的問題 因為大家希望的相對是和諧 可是你過去會有 這麼樣出格的這樣一個言論 會讓大家存有疑慮的 那再來你在這個時候 你突然之間說你要當副理事長 請問一下這個安排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為了藉這個機會 重新修補跟大陸之間的關係嗎 我不反對郭台銘 重新修補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但是你有很多私下管道可以運用 你都可以去跟上海復興買 BNT疫苗了 表示你在大陸有非常多的友人 你有很多自己的關係 那為什麼一定要透過 兩岸企業家峰會 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想不通的 也就是你明明可以 自己私底下去運作 我想那個都是你個人的自由 但是一個兩岸企業家峰會 是不是應該要保持 他的一個相對的純淨跟單純 才好有利於兩岸之間的企業相互交流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郭台銘統領事長 或是劉兆選理事長 你們是不是都應該仔細去思考一下 你們這樣做的時候 會不會對兩岸企業家峰會 產生一個不利的結果 我們大家都希望這件事情 是往正向 往好的發展 而不是產生了這麼多的糾葛 然後讓很多其他的企業組跟會員 產生這麼多的疑慮 我覺得你們真的要再三思考 好 我們看到郭台銘在過去很嗆 他說是大陸需要他 不是他需要大陸 因為是他給大陸人民飯吃 所以他嗆聲 大陸怕他 不是他怕大陸 所以這個嗆聲是不是符合 峰會的立場 好像不是吧 另外其他成員是不是可以依照 郭台銘副理事長的調門 也一致向大陸嗆聲呢 這好像也不是這個峰會成立的宗旨 那緊接著就來看 當然現在也許郭台銘 因為現在沒有要選嘛 他要急著跟大陸修補關係 當然他這修補關係 是他跟他企業的事情這點OK 但是利用企業家峰會這個管道 有沒有一點點供契私用呢 很多事情的結果很重要 但是過程也很重要 主要是出任副理事長 我們看到跟這個程序正義不太符合 所以這個劉兆群才被質疑 這個也算是供契私用 介大使 這個就是內部有爭論 這個是一個很突然之舉 通常這種你要新設一個副理事長 那你應該內部要先不要有爭議 要跟主要的成員 他有一定的機制 一定要把他協商好 這次任命感覺就是說非常衝突 事先沒有足夠的協商 其實對這個組織是蠻有傷害的 這個組織現在是我們跟大陸之間 唯一還有一個高層的一個互動組織 大陸那邊很重視 他原來是曾培嚴 曾培嚴是對我們那時候笑漫長的 副總統結 曾培嚴是大陸國務院副總理 他現在郭金龍也是做過多個 最後下來他是北京市委書記 中央政治委員 是很重要一個機制 所以我想現在我們這個 兩岸期間的話 我們台灣這邊大家有疑義 這個是要重視的